国台办29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安风山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对于蔡当局上台三年来两岸关系的评价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三年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支持和纵容各种台独活动 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 挟扬自重 不断抛出各种充斥两国论的分裂言论 肆意攻击大陆 近日蔡英文声称 因为大陆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她才明确表示立场并没有挑衅 蔡英文还称 大陆不断通过打压来影响台湾 2020年选举 恐怕是台湾的最后一次选举 对此发言人再次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任何企图改变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事实的言行 都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严重挑衅 每逢岛内选举 台湾民进党及其当局领导人 总会利用煽动两岸敌意 升高两岸对抗 激化矛盾冲突 恶化两岸关系 采用一种故意冲撞的碰瓷的那种手法 来挑衅和激怒大陆 以此制造恐怖恐惧和仇恨来骗局选票 这是他们惯用的套路 安丰山表示 谎言和骗术总会有被拆穿被识破的时候 回顾2016年民进党上台前后 台海形势的好坏 可以说不言自明 此外 对于蔡当局接连打压 参与两岸交流活动的台湾人士 发言人安丰山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那么蔡当局呢 近日动作频频 即日前延长马英九吴敦义的出境管制 到2021年5月20号后呢 再加码限制退降赴大陆活动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 谢谢 一段时间以来 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一己之私 以政治理由来限制两岸的人员往来和交流 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人士 与台湾民众希望加强两岸交流的愿望 是背道而驰的 是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利益扶持 我们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来继续深化与台湾各党派团体和各业人士的交流合作 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来共同推动 两岸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最近美国不断打台湾牌 民进党当局更明确表态 愿意做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分子 并不断把大陆当假想敌搞各种军演 对此发言人再次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坚决反对美方和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 损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我们也证告台湾民进党当局 搞台独把宝压在外国势力身上 是靠不住的 任何西洋自重在国际上离间声势 升高两岸对抗和制造同胞敌意 恶化两岸关系 这样的分裂行径 最终都会自施恶化 任何人和任何势力 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